平生留恋 獨不言諒 心有天留一點 溫情可想 才能臉下 黃沙千丈 有我心還不可量 世經哀愁 無知無休 離散卻別我 淚意從頭 我願山藏 在我之后 讓天下骨肉相殺 我心強旺 雨芬芳 愛還有陀風的 寒霞 我心前往 燭火之光 每人 更為荒涼 王后 大王若怪罪下來 奴婢全擔了就是 奴婢告訴大王 王后對此並不知情 你們都不用擔心 過了今夜 若沒事便沒事了 王后怎會知道 她若真想動手 不會把這件衣服留在這兒 這是出手我的證據 你們去把這件衣服燒了 一絲灰也不要留 是 公子蕩的氣色 比我之前看到的大件好了 天見有臉 大兒總算是死裡逃生 好好養傷 痊癒了 王叔教你學習兵法 大兒知道了 王后日夜 照料公子當 也要多保重才是 多謝樗里子牽掛 老臣告退了 俊兒 你這是在看什麼呢 年輕給我留的功課 她要我看看我們的以往和來日 什麼以往和來日 婆婆你看 这是秦国 这是楚国 你的意思是秦国和楚国是咱们的以往 对 那来日呢 来日 来日在这儿 这是哪儿 这是巴蜀 巴蜀 月儿 稷儿说咱们的来日是巴蜀 这是何意 姑姑 喝药 巴蜀占据天险 一守难攻 而且西街秦国 水土丰美 盛产粮食和丝博 我想请大王将来把巴蜀封封给稷儿 幽阴稷儿年纪尚幼 便可以让我随同一起去巴蜀 加之巴蜀与楚国水陆相通 若稷儿封封在巴蜀 我们就有机会派人去楚国 让荣帝也去巴蜀 一家人得以团聚 月儿 你是想带着稷儿离开秦宫 我想了多日 这是我们 求得安稳的唯一出路 稷儿 你愿意跟着你娘亲出宫吗 我听娘亲的 若有一日 让稷儿自己选呢 我还是亲娘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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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见大王 拜见大王 坐 是 不知大王宣臣进殿 有何事商议 你看看 王后尚书于寡人 说是诸公子年岁不一 且生母出身地位荣宠不一 皆是寡人之子嗣 恐有以其年长 以其母族 以其荣宠 而厚得封地 年少威贱者无人直言 因此想借来年元日大吉 为诸公子分封番地 这是好事啊 王后此书乃贤德之举 不管其因是什么 总归是件好事 若是 王后能稍补公子荡 好武艳文之不足 母子相辅相成 大王也可放心了 你是秦国大宗伯 主管宗室事务 这十多位公子的分封之事 就由你来做个谋划吧 臣遵旨 王后如今的心思 真是越来越缜密 此刻不提立储 却尚书分封 她就是想让大王 把年长得和有军功的公子 也都分封出咸阳 这样就没有人跟她的儿子 争太子之位了 夫人要快想办法 华尔在秦国的旧族当中 甚得人心 旧族们若能同心协力举荐 大王也不得不计讳几分 那就赶快联络那些旧族们 恐怕已经有些晚了 那我们只好坐以待毙了 谁说的 王兄来信说 姨儿已启程多日 我估计就快到咸阳了 魏夷夫人的亲侄女 无论是在魏国还是在秦国 他都是无出其右的绝世家人 八子 张相 莫不是在此特意等候我 听大王讲 张子要来承民殿 明月特意在此等候张子 还真是特意等候啊 何事相告啊 前几日听大王偶尔讲起 说有一个叫礼兵的大夫 经过对蜀地的考察 上了一道奏折 说是想在巴蜀的都江一带 去兴修水利 不知道张子以为如何 若真能在都江之上 兴修水利宴渠 自然会大力提升粮食的产量 功在当下 力在千秋 只是大秦 九战贫瘠 中枢财力不足 就眼下而言 暂时行不通 那朝中还有谁赞成这一主张 司马错将军对巴蜀之事 一向兴趣浓厚 说若是治理好了巴蜀 大秦就有了信心争霸天下 他自请镇守巴蜀 还要带上礼兵等人 那大王有没有说过 要派宗室之人去管理巴蜀 过上一阵子 等巴蜀的人心稳定了 大王自然会分番金属 芈月怎么会对巴蜀之事 这么伤心呢 稷儿眼看就要九岁了 我不得不为稷儿做些打算 张仪已经为芈月和公子稷 做了打算 芈月见张子 也是为了求张子一事 何事 求张子 妾妾不要到朝堂上 议论储君之事 若一定要说 那就把稷儿 剔除在外 公子稷是生旧的贤网之才 你是他娘亲 竟然视而不见 求张子 帮芈月这个大帽 若是别的事 一千件我也应你了 但此事 事关大秦的千秋八叶 岂是张仪一个人说了就了了 王后 王后 芈八子来了 王后 让她进来 是 王后 我有话 要与王后说 说吧 我的稷儿 绝不会与公子当争处备 你我已经如此 争不争已不相干了 我希望你我仍是姐妹 稷儿和荡儿 仍是兄弟 两虎相争 是不是姐妹兄弟又如何 我需要王后的帮助 让稷儿分封出咸阳 什么 让稷儿去巴蜀 我们母子 从此远离秦宫 这 不会是你的真心话 芈月此刻 没有比这话更真心的了 王后若是相信 就只管下大王纪念 昨日听说 那个魏夫人的侄女来了 是个绝色美人呢 魏夫人的侄女 来得真是时候 这两日 宫里流言虽多 但大部分 还是跟分封有关 凡是流言 都有齐 人家都在想法子争一把 你怎么提都不提一下 定数全在大王手中 争又有何用 只是大王见了我 从不提分封之事 这让我有点忐忑 你是说 或许大王 不肯把稷儿分封到巴蜀去 我是想说 或许大王 根本就不想让稷儿出宫 好颜色 好颜色 那我说的是 是什么 华如桃李 深秋季节 菊花丛中却开出桃李 是不是有些古怪 也说不定是世外先淑啊 若真是世外先淑 必不带反俗之气 也不会落到寡人的花园里来 小女子魏夷拜见大王 你不是秦国人 我是魏国人 前两日才到咸阳 来看望我的姑母 你姑母 魏夫人 正是 你在此处做什么 姑母一直有心口疼之症 听说用这种黄花 煮汤盒会有所缓解 所以采摘了一些 太医院 有的是治好的药材 何须你亲自来采摘 听姑母说 姑母虽贵为夫人 但是人老朱皇不被看重 所以太医院的药材 也不好再三取药 人老朱皇 不会吧 人情冷暖 这也是常有的事啊 你倒是看得开 后宫就是这样啊 攀高竭跪的 不一定是这样的 那会是什么缘故呢 也许是因为华哥哥 在大王的公子当中十分出众 所以姑母遭人极恨 这话倒也有几分道理 真话而已 世辰不早了 姑母该惦记了 姨儿告退 来 再往上面 对对对 你别捡了 快 你也打 对对对 就在那儿 好啊 小孩 这枣田吗 问你话呢 田 那我能尝尝吗 真甜啊 这棵树上的枣啊 是宫里头最甜的了 你喜欢 多吃点 这 只有我知道 这宫里头啊 哪棵树上的果子 最好吃 那你告诉我 这些树在哪儿 我也去摘 我是卫夫人的侄女 要在宫中 住好一阵子呢 还是我摘了 给你送过去吧 那就谢了 小孩 我不是小孩 我叫盈通 寡人对魏夫人 真的刻薄寡恩吗 这小丫头 说话口无辙来 大王 不必忘心里去 论华儿 在众公子当中 出众这话 倒有几分道理 华儿作为长子 甚为寡人喜爱 有军功 有担当 你说 他跟寡人提起 魏夫人和华儿 是有心还是无意 能与大王如此巧遇 怕是有备而来 怎么说 她是特意 在那里等着寡人的 她是想为魏夫人 和华儿说情 寡人明白了 原来这华如桃里的小女子 也是为了寡人身后之事而来的 把她搅匀 折着也是 从底下翻上来 要均匀 来 给我咬一碗 我尝尝 姐姐 大王 你来了 寡人有口福了 老远就闻着桂花丑酒的香味了 大王 你来得正好 我呀 刚刚酿了几坛子酒 待会儿你带回去 什么时候把你这门手艺 传说给宫中的奴婢们 省得我老远的老是往你这里跑 你别糊弄我了 大王到我这宫里来 不是只为了这桂花丑酒吧 什么也瞒不过姐姐 你们都下去吧 是 大王的公子们终于要分封了 关于分封 我已经让初离子去谋划了 公子们都长成了 有些个还军功在身 总不分封出去也说不过去 不过朝堂内外的诸人 都把这分封看成是立储先兆 是不是先兆 还不是全凭大王您的心意 虽说储君该与分封无缘 但是诸国的公子中 先分封后立储的 并非没有先例 只是多些个周者罢了 姐姐说得是啊 来 大王 你快尝尝 我亲自酿的这桂花丑酒 来 好 来 很香啊 年轻漂亮 这首饰都是多余的 父王说姑母年轻时 走上大梁街头万人瞩目 哪有那么夸张呀 人这一辈子 谁没有过如花思玉的光景 只可惜岁月不饶人呢 对了 昨日永相令向各宫派东西 特地让彩平多拿了十几匹色泽亮丽的锦段回来 说是大王赏的 那日姨儿当面向大王诉苦 或许大王心有所感 那些锦段就是为了体恤姑母的 这漂亮脸蛋子说话就是管用 要是大王能替华儿着想 让华儿留在咸阳 一人该说的那日都说了 见面三分情 姑母还得想想办法 让你和大王再多几次不期而遇 樗里子已将分封的安排 递到大王那儿好一阵子了 大王那儿却一直没有阴系 会不会是西边那个人 在大王处做稿 西边哪个人 婢子胡说 王后恕罪 以后别再说东边西边的了 能够河水不犯井水就好了 起来吧 谢王后 她说自己的孩儿不贪图王位 愿意分封到巴蜀去 此话虚实难辨 暂且当真吧 可魏夫人那儿又来了个美人 被人说得跟天仙一样 真是前有虎后有狼 过几日就立冬了 让荡儿把新学的拳法好好练一练 立冬之日我把大王请来 让荡儿打给大王看 是 大王 外面太冷了 靠靠火吧 是 看着天要下雪了 下雪好 锐血照封年 有什么话说吧 别欲言又止 是 臣弟已将诸公子封地的安排 交给大王多日 不知是否妥当 还请大王示下 是啊 此事也该要做了 不然 谣言会淹死人 寡人看过了 只是奇怪 为何 只有名册和分封之疆域 却没有拟定 谁分封在哪里 此乃君王之权 臣弟不敢善专 臣只是依朱公子的人术 列出秦国还未分封的地块 请大王自专 寡人知道你的为难之处 就不勉强你了 这众口难调 就连寡人自己一时也难以决断 只怕这段时日 到你府上上门游说的人不少吧 臣不敢 虽然有些争议 但终究是口舌之争 争多争少而已 是太平之争倒是好事 不错不错 太平之争 确实件好事 你们都下去吧 是 来这边 这块地处于赵魏之间 面积广大 是块好地 可以给 是 是 这块地 给公子封 这里给公子运 巴蜀乃新征服之地 虽然地狱广大 但却是崇山峻陵 险恶难治 樗里子 依你之见 该派何人前去 臣以为 派公子继续为好 巴蜀险恶难治 寡人以为 你会建议年长公子前去 巴蜀情况复杂 纵然年长的公子 也未必能够处置妥当 公子继虽然年幼 但这次 领兵进巴蜀的主将司马错 监君张仪 皆与其母族交好 副将魏然更是其旧父 再加上 巴蜀连接楚国 其母芈月聪明过人 她熟悉楚国的环境 却又与楚王不和 正可与公子继有所帮助指点 臣以为派公子继去 再合适不过了 似乎有些道理 臣弟 臣弟僭越了 你我兄弟何必如此 起来吧 今日先到这儿 把刚才提过的这几个名字 和分封之疆域 暂时封存在金柜之中 等依王后 一起搬旨 剩下的 可以过些时日在意 是 哈 荡儿的拳脚功夫 的确深厚 东练三九 下练三浮 荡儿勤奋 樗里子他们督促有方 总算是有些长进 父王 荡儿过来 喝杯酒 谢父王 看你满头的汗 去换身衣服 省得受风 是 荡儿渐渐长大了 也能为大王分忧解仇了 他们长大了 寡人 转眼老了 大王春秋盛年 只是不必再那么辛苦 也该让宫里的嫔妃们 好好为大王尽尽心意 臣妾听说 前阵子宫里 来了个魏国美人 王后的耳目好灵啊 不知那美人 是否合大王心意 王后真是用心良苦 大王 王后慢慢喝吧 寡人走了 大王 大王 天色已晚 不晚 寡人看看芈月去 恭送大王 大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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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王 大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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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久不吹都胜疏了 寡人还记得 第一次听你吹排消的情景 那是你头一次 真正住在承明殿 那只除去余阴绕梁 让寡人难以忘怀 只不过是一首民间野曲 可寡人喜欢 今日晚了 大王若是喜欢 有儿明日再追 过来 到寡人这里来 寡人是不是老了 大王正当盛年 可寡人老是想起一些陈年旧事 心肠也比过去软了 说起来 宫里的公子公主并不少 看着他们一一长大 论牵挂 当然是嫡子 也需要多花点心思 只有稷儿 才能让寡人属心开怀 宫中公子公主们 大都敬畏大王 只有稷儿痴顿 并非如此 寡人觉得稷儿 单纯善良 聪慧正直 也许 他就是寡人心里期盼的那个人 你是稷儿的娘亲 怎不为稷儿做些打算 臣妾 是有打算的 那好 说来听听 听说大王 近日 正谋划分封各公子 不错 丫头想为稷儿 求封属地 还是想让稷儿 留在宫中 臣妾若是有所求 大王能答应吗 那就要看你 你是否和寡人心里想的 是一样的 臣妾请求 为稷儿 求封巴蜀之地 什么 你想为稷儿求封巴蜀 是 臣妾想为稷儿 求封巴蜀 为什么 为什么 当年宫下巴蜀 稷儿有功 大王 让我为稷儿讨封赏 就当是大王赏赐稷儿的 寡人说过 从不赦账 你起来吧 稷儿不想留在宫里 是稷儿不想还是你不想 告诉我 你的真心话 寡人不准 大王若是不允许 臣妾不能起来 稷儿是王儿 寡人对他另有大算 稷儿自治平庸 不堪造酒 妄大王开兰 你该知道这些年 你和稷儿在寡人心里的分量 但你要明白我属于稷儿 并不因为我与你的情谊 芈月 你太让寡人失望 我让你住在宫里 大王去那边多久了 快一个时辰了 好像好一会儿没听到消声了 王后 大王走了 走了 大王是突然走的 看起来很不高兴 月儿 你本是聪明伶俐之人 今日你为何不借势借力地将事情缓缓道出 偏要横冲直闯 得罪大王 这种事情若不到个一清二白 只怕大王会误解了我的心思 可你的心思恰恰违背了大王的心思 话总要说出口的 让大王早些明了 比蒙在鼓里好 你大王的脾气只怕是不会应许的 假以时日确实有可能的 大王 你大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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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雪中美人徒 姑母说 这宫中中了许多蜡梅 我带人出来寻了一个时辰 只见树不见花 只好不得而归 宫中的蜡梅 都是从汉中和秦岭依赖的 今年的花期似有些晚了 等花开的时候 我会派人送些 到你姑母的宫里去 这些年 你姑母精心养育花儿 寡人的孩儿当中 属华儿军宫最多 谢大王恩宠 不过这蜡梅就不必送了 这宫中人多嘴杂的 三人成虎 众口朔尽 一二还是自己带人去摘彩吧 宫里难道有什么闲言碎语吗 大王耳力不好 折腹成城 折腹轻 一决折腹 唯消唯痴 这不是大雅瞻昂吗 是啊 这几日宫内外到处都在传账的 真的吗 大王对你有益啊 什么有益啊 不过是说了一句 雪中美人图罢了 哎哟 傻丫头 在你眼中一文不值 在别人眼中可顶得上千军万马呢 大王说姑母养育了华哥哥 在大王的孩儿当中就属华哥哥最争气 大王还说要给姑母送梅花来呢 大王真这么说的 太好了 太好了 花儿又忘了 姑母要当心 外面传的那歌谣 是不是 就是冲着姑母来的呀 不用管的 有大王的恩宠 外面的人就算唱破嗓子 又能如何 圣西启 明月如初 前塵往事 昨何 Review 心有青絲 萬切延續 卻深得一縷孤獨 春花開瀉 秋早有苦 生衰榮辱 如何稀疏 泥水暖 微水寒 患不悔依然入骨 長盡悲歡離合 人間無窟 卻怎麼 遲遲天涯陌路 去興宿 十一度 去情再相付 願回你 平情柔情敖骨 望盡相似 紅顏凋零處 我只願 與你朝朝暮暮 愛入心 恨入骨 生死再相付 願回你 永生永世守護 願回你 永生永世守護